来看看我们的教育问题 过去很多人想要硕博士的学位 都会选择远赴重央到国外去留学 而其实台湾的高等教育 尤其是生物科技方面相当进步 所以近年来也适应了不少外籍学生前来取经 大学研究室里专注做实验 看起来跟台湾学生没两样的这位 其实他来自越南 李湘背景来台攻读生物医学博士班 就是看准台湾的科技实力 高等教育在台湾早就不再是外国月亮比较圆 而外籍学生的能力也让台湾在地学生倍感压力 他的话就是比较专精于某个领域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 在某些地方他是比我们台湾的学生好强 有压力 有压力 但也就是因为不同文化能够激荡出不同火花 教育部持续研拟规划来台外籍学生的倍增计划 从2002年开始就定一个目标 国际学生人数要从1283人成长10倍 到12830人 那么这几年已经看到很明确 达到很明确的成长目标 目前台湾的外籍学生人数最多的依序是越南 马来西亚和印尼 但是不甘于维持现状 教育单位定下目标 要在12年之内帮助越南培育出800位博士人才 靠教育拼外交 也同时把台湾经验的知识种子散播到全世界 3D新闻 王岐格达德班 桃园报道 绘画